台农蛋品席选巴西进口蛋 因为目标保存效期引发争议 各县市地方政府持续鸡查进口蛋的流向 其中新北市持续针对卖场超市鸡查 桃园也对团善业者做查访 而供应全台七城学校营养午餐的 中华民国餐盒同业工会也强调 只要有不肖业者被查获 把进口蛋混入本土蛋供货 就会封杀列入黑名单 另外也会要求上游厂商提供鸡蛋来源 他们也会同步查核 从货车上抬出一箱箱液蛋 送进餐盒工厂冷藏室 这些全都是要拿来做成料理的 CAS杀菌液蛋 由于台农蛋品席选巴西进口蛋 因为目标保存期限引发争议 这几天风波不断 为在新北市值得餐盒 团生业者也特别谨慎 上游进货时 除了要看三张EQ也会同步查核 现在还是以三张EQ为主 他们在额外提供它相关的一个 牧场的一个蛋的一个来源 让我们做整个的一个备查 厂商供货我们必须要 确保是国产 我们才会说才入库 由于桃园还有蛋品工厂 被查获把进口鸡蛋制成液蛋 成地还标示成台湾 引发外界质疑 就怕进口液蛋 是否会流入校园营养午餐 中华民国餐盒同业工会强调 中有不消业者被查获 把进口蛋混入本土蛋供货 一次就会封杀 列入黑名单 看桃园方面 目前持续查访团山业者确保每一颗鸡蛋 是否都喷上国产 细选蛋才会有的身份证 新北卫生局则是到超市卖场 展开清查 另外报废蛋品也要同步掌握 了解厘清这些 报废蛋品的一个后续 稍回的进度 会持续追踪 仓储内的蛋 报废品是否已经清运完成 还有农业粉专点出 其实进口蛋本身不是毒蛋烂蛋 而是到台湾之后 冷藏转常温的错误储存 才会导致鸡蛋品质变质 更点名中央续程会董事长林聪贤 才是主导进口蛋专案的关键人物 也应该共同承担 而非身影在不涨散下 记者为点诚建国 林祝强综合报道